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月份的时候的某个早上 他就发觉到有点头晕 他就去检验了他的血压 之后才发现到原来他的血压偏高了 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用了四个月 吃他的朋友所介绍的一个中草药 有点改善 但是他的肥胖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过了八个月之后 他就认识了我 然后就开始采用了这个Cambridge Diet营养餐 同时解决了他的肥胖问题和高血压的问题 Mr.S.K. Zhao他是时常有去 这个适合针灸医疗馆 就是我跟一位中医师合作的中医馆那边呢 他时常是有去做针灸 那我也在这个中医馆那边呢 跟这个林医师合作 开办的这个四合青阳馆 所以当这个Mr.C. Zhao他看到我们的这个Banner的时候呢 他就很好奇 他就问我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了什么是青阳疗法 然后过后呢他就跟我说 他目前一直混扰做他的问题 就是这个高血压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有给人家尝试啊 用这个青阳疗法 那如果说他愿意的话呢 我可以给他试做一个小时 那他也答应了 那么在他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就替他测了他的血压 他的血压当时就是 收缩压是163 树脏压是100 那做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的血压是有稍微的降下来 从163降到150 那么树脏压从100降到87 那我就跟这个Mr.C. Zhao讲说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一台机器呢 是可以帮忙我们测量我们身体的其他指数 包括我们的皮下脂肪啦 内脏脂肪啊 还BMI等等 那当时这个Mr.C. Zhao他也是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让我给他做了一次的测试 测出出来的结果呢是这样 64岁是他年龄了 这是他高度1.65 米特 那么他测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他的体重呢是79.1公斤 他的皮下脂肪呢是28.3% 那以男性来说呢28.3%呢是属于偏高了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它是19 而我们正常的那个指数呢应该是在3到6 我们看回前章的slide啊 这是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正常的应该是3到6 那么7到9是中高 10到14是高 超过15是偏高 那么这三个程度呢 都有这些胆固醇高血压和高血糖的风险 那我们看回这个mr.sk超 他的指数是19 所以远远超过着这个15以上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可能就是他 为什么他的需要高的原因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BMI是29.1 那么以我们亚洲人来讲呢 18.5到22.9是属于正常 那么29.1呢是在这个 这个stage就是过胖或者是一级吃肥 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的腰围 他腰围是101 那如果我们看回这个站的话呢 腰围男性呢应该是要少过90公分 那么101呢是属于在这个阶段 属于老化的阶段 那我们讲回这个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呢 他的风险呢就是如果说内脏脂肪也高的人呢 他就会造成很多这个将来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毛病 包括脂肪肝啊脂肪脱啊肾脏啊等等 那么另外一点呢如果说我们从那个内脏脂肪的指数测出来 偏高的话呢 叶高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的血管是叶阻塞 所以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风险 那么内脏脂肪如果说没有固好来的话呢 他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啊是非常严重的啊 他可能是会造成心脏病也可能会造成中风等等其他疾病啊 那我就跟这个Mr.SK教说 其实我们NECTURU 还有另外一个产品 是很棒的就是这个 The One to One Diet by Cambridge Whip Plant 那么这个是来自英国的一个产品 它的研究是在1970年就开始 那么在1984年才推出市场 所以从它推出市场到现在为止呢 就已经超过35年了啊 而且这个CAMBRICH Whip Plant呢 它非常的容易做啊 我们只是需要轻轻松松的喝这个Shake奶昔或者是喝这个汤 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 不过一个人如果说要做成功的话呢 那么就要坚持的做下去 那么另外一点通常人家会觉得 会有疑问的就是说到底这个产品安不安全 那CAMBRICH Whip Plant在欧洲那边 在英国那边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报告 它医学报告都是看在世界有名的医学杂志的 所以它是有这个医学认证 它是有这个实际的医疗效果 还有它是确认安全 那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 那可能马来西亚人就会认为说 那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团体 或者是什么政府组织有推荐这个产品的呢 那我们也可以跟你讲说 那我们也可以跟你讲说 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糖尿病协会 这是这个National Diabetes Institute 说的是简称Nadi Nadi呢如果你去它的网站 你可以看得到 Cambridge Whip Plant是Nadi 唯一推荐的这个 所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 Cambridge Whip Plant它并不是药 它是属于食物 所以我们如果说看它的这个 Nutrition Facts 你可以看得到 它其实是一个很营养精衡的一个饮食 所以通过Cambridge Whip Plant它就可以达到 像我们刚才讲的 解决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那么还有体型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Mr.XXL听我讲了之后 他就决定开始这个Cambridge Whip Plant 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退休的生意人 所以他还有很多以往生意上的朋友 时常就出去吃东西之类的 所以Mr.XXXL说 你如果说要他三餐都吃Cambridge Whip Plant 他可能做不到 那我就跟他讲 这样也无所谓 你就可以全从这个Step 4 就是步骤 第4个步骤 或是Step 3 第3个步骤来做 这两个呢 就是说 一天你带两餐 早餐晚餐 那么午餐 他跟朋友出去吃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要尽量的 跟着我们的方法来吃 所以Mr.XXL就觉得 诶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这个Plan 对他来讲是蛮Flexible的 他可以 要达到他的目标 而且他又可以 同时享受他的美食 那当然这两餐也不 未必是一定要吃早餐晚餐 比如说他 他如果说是那一天是 跟朋友约好 是去吃晚餐的话呢 那么他可以 这两餐呢 当作是早餐和午餐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去看 Mr.XXL就从6月中 到这个9月头 他 所做出来的结果 所以他的体重呢 就从79.1 减到了73.3 减到5.8公斤 他的皮下脂肪 有稍微减下来 虽然还没有达标 但是 有 可以看到他有一点成绩 但是 比较明显的成绩呢 就是这个内脏脂肪 从19减到15.5 所以他也知道 这个是 还没有完成的 但是 看到这个成绩呢 他也是相当满意 那么 另外呢 就是他的腰围啊 从101公分 现在已经来到94公分了 所以他就说 裤子就已经开始松了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这个 OMERON的Machine 他还可以测出 一个人的全身 他的上半身 他的手臂 和他的脚 的这个脂肪 和他的这个肌肉 Mustle Fat and muscle 那 一般上如果说 我们做得对的话呢 这个CAMBRID SHARPAN 做得对的话 我们的这个脂肪 是应该要减 而肌肉呢 是应该要增加的 这是他的percentag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Mr.X的照得呢 他的确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他的脂肪的percentage 减 脂肪的percentage减 他的脂肪的percentage 增加 那我们来看他的照片 这个是6月拍的 那么 这个是9月2号拍的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的这个脸部 的改变是相当大的 然后 因为他的药围也是减的 所以 药围方面也是有看到一些改变 不过 这些改变呢 其实对Mr.X的照来讲 都还不是最重要 因为 你们还记得吗 刚才我说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高血压 对 所以 他 这是他给我看的高血压的那个结果 这是9月3号 他早上 10点左右 在家里测的 而且他测的左手和右手 这个是他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之前是 收缩压是在160多 现在已经 跑到130 128 这是相当理想的一个数字 以他年纪来说 那么 书张压呢 他原本是在 大概100 这样 现在已经来到 77 和74 这样 所以 这个就是 Mr.X.K.Ciao 他的故事 那接下来 我给你们看一段 他亲自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视频 Ok S.K. 想问你一下 你今年几岁 64 64 64岁 好 那么你在 6月16号的时候呢 就 开始接触到 这个Cambridge Week Plan 对 那么 你 你就是每一次都 买14包这样 那么 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你通常是一天吃几包呢 两包 两包 早跟晚 早晚 早晚各一包啦 午餐呢 就是比较尽量少吃 饭 少吃淀粉 对 那 你在开始吃的时候 的感觉怎样 那个味道可以吗 一般上的味道 全部都是 我适合的 没有什么感觉到是 或者 很顺 喝得很好 很好哦 啊 好 那 你在 开始 吃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 如果说是有应酬的话呢 你 可能有时候 你会一天只吃一包而已 是吗 对 如果是一天有应酬 这样我就一包完了 好 然后 各天 又再重新再做 还是三包了 好 好 因为我看你的记录啊 你从六月十六号到八月二十六号啊 就差不多两个月多一点点哦 你减了五点七公斤 那你觉得这个这个啊 这个减重的程度你满意吗 我对这个减重的很满意 而且 它这个血压也会再降低的啊 啊 那些 你本来就是因为有血压的问题而 而想要尝试这个 Cambry Fit Plant Mass 对对对 好 那我也有看到你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身体年龄啊 从六十八岁 现在已经减到六十二岁了 那你精神上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吗 嗯 每天精神都很好 精神都很好 啊 好 然后我也看到你的就是 你的那个啊 全身的脂肪 上半身还有你的手臂和你的脚啊 你的脂肪都有减下来啊 它那个percentage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脂肪呢 都有增加啊 这是很很不错的事情啊 那你的那个腰围呢 从101cm 现在减到94cm 一共减到7cm 你有感觉到裤子有什么不同吗 真的是很松啊 很松啊 很松啊 还要换裤子的 要换裤子的啊 好 那整体来讲 你觉得这个啊 这个program 对你来说 你觉得舒服吗 第一 它是很舒服 又很棒 嗯 那你能够把那个蟋压 还能够剪下来 好 还有各方面的那个 有点小小的问题 三个会会 也是在 一直在剪出来 剪出去 好 所以 你用这种 比较啊 啊 比较舒服的这个方式来做 你也是觉得 它有它的效果嘛 对不对 对了对了 好 那我希望你能够再继续的设计 谢谢 谢谢 CANVRIE的那个 很棒的那个 代餐 谢谢 OK好 谢谢你